大家好 由于张阳的财产被中国共产党霸炸 然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我的父母崔真张龙芳绑架劫持我 抢劫中国人民银行 西越是通过他的父母西广延和周宇震绑架劫持西越 拐卖妇女儿童 再通过雷烈绑架劫持 抢劫中国人民银行 那么张阳和西越的财产现在一直是个谜 不知道有多少 那据粗略的估计和网上公布的一些消息 最高可能是20万亿 最低可能是16万亿 那么我现在要郑重的向全世界声明 张阳的财产 也包括西越的财产 一分钱不会给中国共产党 给国民党 民进党 亲民党 一分钱也不会给他们 因为我们的家族被绑架劫持一百多年以来 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 我们帮助这个国家发行了巨额的货币 获得了巨大的财产收入 所以我们家族应得的私有财产 一分钱也不会给中华民国的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 更不会给香港特区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 所以我在这里要严正声明 我对我们家财产的态度 包括西越对西越家财产的态度都是一样的 是我们的 一分不能少 不是我们的 一分我们也不要 听说我们有二十万亿 如果是要真是二十万亿 那我们就必须返黄给我们二十万亿美金 我们通过发行虚拟货币 已经足够与罗斯柴尔德家族 或者英国王室 或者其他的一些大的金融机构 进行货币交换 我们通过发行自己的 坚定的有信用的虚拟货币 已经可以做成这笔货币交易 所以张扬和西越的财产 一分不能少 是我们的一分 也不会给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是我们家族自己的私有财产 任何人不得霸占 谁霸占我们的财产 坚决闭门 执行死刑 谢谢